嗨 我們現在在上班不要看 也就是那個瓜王板大北 看到這平常直播的場景 欸對 但我很久沒在這裡 因為疫情的關係 疫情真的影響很多事情欸 你知道嗎 對 我看你最近的場景都在家直播 對對對 因為 這是題外話 你們不要等進去也沒關係 但是我可以稍微聊一下就是說 其實因為我在疫情期間 因為大家都隔離在家裡面嘛 所以我就開始在家裡直播大概三個月 後來這三個月之後 我老婆有點 她就前陣子就勤勒我 她就跟我說 每個禮拜四 你只要直播有回家 我就覺得心情非常的放鬆 很療癒 然後她講完之後我就有一種 欸 所以是怎樣 我不能再回公司了嗎 因為她 難怪場景一直沒變回來 對 就是因為我那時候就 她一講完這個我就覺得 欸 如果我回公司不就表示 今天晚上我要放我老婆一個人 她就不會療癒 她就不會快樂 我就 喔 好 那我就知道 所以你知道嗎 所以我才說疫情真的改變很多事 我就包含 我現在要問的就是這個東西 這個不是我們今年 今年初 今年初才完成的一件事情 怎麼到現在 應該已經快要下一屆的那個挑戰了 對啊 已經快到了 對 現在都已經 喂 都已經12月了餒 因為我們前陣子就是電腦送修 然後救回來 檔案救了一個多月 才真的把那個元檔救回來 百分之百救回來 還是說有些損壞 損壞蠻多鬼的 所以後來 目前拼拼拼大概現在這樣 對 然後後來又遇到疫情 所以那時候本來約4、5月 就剛好時間沒辦法 啊 因為4、5月那時候 其實正好可能是我在審預算的時候 那個市議會開會比較忙 所以本來那時候說講6月 可是6月的時候大家都知道 5月10幾號的時候 就疫情爆發了 疫情爆發了 後來就蠻可惜的 但這支片我自己看了兩三次 都還是覺得腳很痠 還是蠻感動的 所以想說邀請你一起來看一下 我們一起來回顧一下 然後我今天還有 特地準備了兩支啤酒 這個就是 單純我自己覺得 喝起來好喝 然後還蠻像我們在騎雙塔的心情 蛤 什麼意思 其實蠻酸的 口感我覺得還不錯 我喜歡酸的啤酒 所以可以 邊看邊試一下 這支酒還可以嗎 很特別 是你可以接手的味道嗎 可以可以可以 因為它本身是黑啤酒 所以那個賣味很重 但特別是酸味 我覺得算是 如果以1到10來分的話 就以我喝過的 比較偏酸的啤酒裡面來講 它應該有個8、9分左右 對 它酸味很重 我們特別找了就是想說 我們那時候雙塔 其實要很後段的時候 基本上我覺得全身都是這種酸到不行 又很 又喝了很 就很想生氣的感覺 但我覺得這支酒 是有一點點接近 我們那時候的心情 它有點像你在吃那種 德國酸麵包 哦 你知道嗎 就是那個酵母味還蠻重 酵母味 對對對 就那種東西 不錯蠻有趣的 來我們來 來看一下好了 那我們就開播 我們來到富貴角了 有沒有看到我的口罩 G-bike G-bike 剛剛我們車也準備好了 待會我們會從富貴角出發 然後我剛剛有去關心一下老闆 他好像昨天沒有睡得很好 可能是有點太興奮了 然後現在天氣超冷 但這幾天其實 天氣變化超大 就前幾天很熱 昨天又下大雨 但今天變超爆冷 但超爆冷也好啦 因為這樣比較順風 希望我們今天的挑戰可以順利 在其他組別 像攝影啊 他們也都在架一些器材 待會我們就等大家一起會合 準備出發 G-bike 現在瓜子已經 在貼一些機貼 做一些賽前防護 因為他腳還是有點不舒服 吃一下早餐 現在已經8點快50分了 準備出發了 出發了 出發了 今天天氣超好 超級正風 我們剛開始而已 現在天氣超冷 那時候你前一天真的是緊張到 我只有睡一個小時 我只有睡一個小時 然後 就直接起來了 我那時候心裡想說 我真的是完蛋 所以我必須要說第一段 我們前四五十公里 就是還沒有就是 出發的時候 對 其實我是有一點點 上氣不接下氣 淡水那一段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我跟得很辛苦 而且那時候我記得 好像我連換檔都不太順 但是我 是哪補 你你你你你 但是我覺得那時候 我之所以換檔不順 我覺得那時候 越有一些前輩在後面 就引導我 一方面當然是因為 我可能騎車經驗 比較沒那麼豐富 但二方面其實是因為我精神 真的有點不太急 我那時候一直很想辯解說 我平常不是這樣 但是 但是這時候講這個話 有點鳥 謝謝謝謝 我現在來到巴黎 然後已經騎了三十四公里 今天風速還不錯 蠻順風的 我們現在看 等一下瓜傑的狀況 他腳有點不舒服 繼續往前 不過運氣真的很好 就是說那個時候 沒有下雨 對沒有下雨 那我記得在剛開始在巴黎的時候 那時候好像沒有很熱肌 就是騎的時候 其實有一點點好像 腳還是有點不舒服 對啊 因為我回去的時候 其實後來 我回去的時候 其實受傷還是很嚴重 就是因為 本來受傷的地方就變更嚴重 我大概復健了 又大概一兩個月吧 然後所以 結束之後 結束之後大概至少 兩到三個月 我應該是沒有做任何其他的運動 然後 因為真的是 有點困難 然後沒想到才正剛好的時候 就是覺得 欸我身體好 我可以開始繼續去騎車運動的時候 就疫情來了 疫情就來了 哈哈哈哈 我們已經騎了98公里了 現在來到了新竹南寮 下一站應該是修白沙豚吧 OK下一站大概4到50公里 今天其實風真的蠻順蠻好騎的 等一下 就會 改變一下測率 因為今天風太大 而且正面之外 測風就是會影響 欸我覺得我那時候 是不是比較胖 我覺得看臉好像比較胖的感覺 算蠻好騎的 算蠻好騎的 但我記得這一段其實基本上也是沒有沒有停下來啦 沒有停下來那現在有 對對對一路就 我跟你講因為我最近這幾天還有再去騎車 對 然後我比較說後龍波那時候 因為我 還不是很有把握 因為那時候練習真的不太充分 對我們兩次都有停下來 對不是就是 不是停下來的問題 是說那時候我還不太敢站起來 哦抽車 對抽車這件事情 但是最近因為後 今年後半我後來又有自己 去練習這個部分 所以我現在覺得如果重啟後龍波的話 我應該可以站著騎玩 哈哈哈哈 iced氣得 加油 共龍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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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上班了 W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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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來到台中現在已經騎了185公里 下一站是方苑 那我們天氣已經開始慢慢轉涼 那呱吉現在的狀況呢 其實他腳吃完止痛藥之後 他其實有點回溫的狀況 我覺得他現在有慢慢進入狀況 但接下來考驗才即將開始 因為要進入天黑路段 希望待會他的表現可以一如往常的跟剛剛一樣好 那我們就繼續往下一站前進 GO GO 接下來在台中路段啊 幾乎就是一路都平路 而且長得一模一樣的路線 所以那時候其實騎的 我覺得蠻辛苦的 因為在過台中這段都長一樣 而且台中彰化段他其實最大的痛苦點 是在於說走走停停 對對對 紅綠燈很多 那時候 因為在平路上 如果是一直順順的騎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是很勝利 對 但當你一停下來 你要再重新出發的時候 你就覺得好 那個物理學有那個最大近摩擦力的概念嘛 你要對抗那個最大近摩擦力 對 你再從零再重新開始啟動 這一段比較辛苦 我們現在騎了224公里 目前已經是6點半了 晚餐時間 我剛剛騎到超額 一度就是騎到後面去補給車拿東西 因為覺得真的太餓了 然後現在我們來方苑彰化 準備來這邊吃一下正餐 這邊會做一個大修大概40分鐘 修完我們繼續往下前進 趕快去吃飯 好餓 超級餓 我記得在彰化的時候 是應該是過了一百 一百六一百八 快兩百那時候 但那時候吃晚餐我覺得狀況還OK 看你的狀況啊 對啊 但那時候你有覺得腳痛嗎 在那時候 那時候還沒有 那時候還不強烈啦 那時候還不強烈 還可以忍受的狀態 因為里程其實說真的也才三分之一 還有一大半還沒有騎完 對啊 不愧是台中彰化 因為你可以看到紅衣服發水的 其實是陳柏惟的助理 對對對 OK 你先吃一下正餐會好一點 你等一下出發把那個咖啡因吃掉好了 因為出發之後下一站50張公里 下一段比較遠 對 所以你等一下稍微緩和一下 因為下一段比較遠 我會跟他們講出發慢一點 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是不是已經快小生氣的狀態 有一點 因為 不得不說就是 因為在很累很疲勞的時候 如果每一個休息點是在二三十公里之內 你會覺得 好像你還撐得過去 可是當到五十公里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欸欸欸欸欸 有點多 有點多 前面我們大概二三十就修一次 但後面因為我們有點為了追進度 對 而且因為牽涉到那個時候齁 每個領頭的人的風格不太一樣 那有的人會比較硬一點點 那有的人會比較硬一點點 就是像那種魔鬼教官 那有的人就比較慈祥一點點 那我當然我覺得魔鬼教官有它的意義在 因為如果沒有他們鞭策我們的話 沒辦法騎到最後 對 但但問題是呢 但也因為那樣關係 心理壓力特別大 心理說哇 魔鬼教官帶著我走五十公里 我能夠活得下來嗎 呵呵 OK 我們下一站 四十公里布袋 原本有點長 五十三 但我們稍微修短一點 因為密集一點 讓瓜姐的狀況好一點 現在上一段的狀況還不錯 有追回來的進度 我們剛剛過了這樣的成績 我覺得有機會挑戰二十小時 繼續 GOGOGO OK GO 六十九五十六五十五樓 五十八九十八十五毫 원大於司法治教官 六十一年 六十九五十五ön 六十七八十七十五千 這就是我快要起笑的時刻 對 在台南這個站我記得我們當時是 現場應該是唯一一個有很多粉絲 因為當初其實有跟大家講說 不要到現場加油 因為怕防疫問題 但其實這個站還是蠻多粉絲默默的到現場 但那個時候我覺得 我在旁邊看我覺得蠻尷尬的 因為我感覺粉絲很多 大家是很開心 結果那時候就是你已經有點進入一個 自己的那個小圈圈覺得 我不想再起 我快放棄了 我其實沒有想到放棄這件事情 可是的確會覺得說 真的我實在太痛苦了 然後 而且我覺得 我那時候會有一種 你們都不了解 我真的很痛 我真的很不舒服 我想多休息一下 那我覺得其實這也是後來 大家都後來就變用比較溫柔的方式 不是魔鬼教官的方式 帶著我往前起 也因為這一站的關係呢 我們後面開始落後了 對 因為時間開始拉長了 對 時間開始拉長了 因為就是 就是休息的時間變長 然後 然後 這個 這個 每一次騎乘的距離開始縮短 我們這一站來到了星達港門市 我們目前旅程已經快要360公里 350幾 要跟大家講一個超級厲害的消息 就是我們 上一次北高挑戰的過程是350公里 騎了16小時39分 但我們今天騎350公里 只騎了15小時20分 代表我們進度已經超前了80分鐘 跟上次比較起來 所以這一站 爭取到了蠻多休息時間 我們會在這邊稍微休息一個小時 所以待會我會去小睡一下 然後也讓呱吉稍微對腳治療一下 讓他睡一下 因為他精神開始有一點點恍神的狀態 那我們就睡醒見 睡著 這個事情其實蠻奇妙的 是因為後來其實 到高雄的時候吧 我就有在休息 大休息一次 對 然後其實說好實話 也沒有真的睡著 但是因為你已經在高雄 然後呢 也好也大休了一下 雖然體力不可能像魔法一樣恢復 馬上恢復 但是問題是你會有一種 我應該騎得完了吧 而且都到這裡了 都到高雄了 所以已經三分之二 剩下一場 一開始 一開始慢一點沒關係 因為肌肉是冷的 好 先熱身一下 好 OK 題外話是 大概是從這個路段開始 其實我一直陷入一種 瘋狂放屁的狀態 因為 因為一整天 你知道嗎 就是 你一直是在騎乘 然後 沒什麼停下來放鬆休息 對 然後不要說 這個大號 是沒有的 所以你只會覺得自己體內的大廠 好像堆滿了很多垃圾 出發囉 那這邊我記得就已經快要到天亮了 因為從這一站後來就已經準備進到屏東 對高雄進屏東這一段就是從深夜到黎明的這一段 其實那時候心情真的不一樣 我覺得半夜騎車跟白天騎車真的不同 明明在最後一段就是要天亮的時候 因為已經更長時間沒有睡覺跟勞動了 可是一看到天亮出來的時候 你突然之間覺得體力變好 那整個感覺就 我們真的快要結束了 從白天騎到黑夜 又騎到白天 那時候的感覺真的是 很感動 講不太出來 看一下右邊很漂亮喔 超漂亮 無敵海景 OK喔 OK喔 開始放鬆了 齒盤可以稍微準備變重 OK 緩合一下 等一下腳就 開始滑之後就不踩了 先說一下 其實純就運動的角度來說 一日雙塔呢 不見得是一個對身體非常好的事情 對 但是它是一個冒險 冒險都是有點代價的 對 我覺得它就是一個 你說它有難度 我覺得它難度在於 如果你平常有訓練 它反而是在考驗意志力的消磨 你一直在跟自己對抗 你已經 真的騎不下去 但你又不能放棄 因為你已經 努力了前面一大段的這個距 但我記得在最後這一段 進到墾丁的時候 其實真的是蠻辛苦 那個風真的是 無情的亂吹啊 我們那時候 時速從原本的 大概均速是 20 30 下降到大概只剩15到18 我們現在距離 那個 達標24小時 不能修太久 因為我們還有大概50公里 可是只剩下 現在已經21小時 50幾分鐘了 對啊 有點硬 現在如果這樣順順到 可能是24小時多一點點 但我們盡量 因為後面會越來越難騎 上上下下 然後風蠻大 但你還是修一下 5分鐘好不好 5分鐘 你看旁邊那個樹 那風真的是很大 但沿路還是有一些 觀眾其實在幫我們加油打氣 很感人 因為這地方真的沒事 你不會來的 就路上其實真的是看不到遊客 但是竟然有粉絲在旁邊舉牌 而且最後一段真的很難的地方是 它是連續上坡 對 就是這一段 我們要進到終點前 要進到 就是 墾丁的R1B 而且那個坡很遠 就是大概是 持續8到10%的上坡 然後大概500公尺到1公里 那時候真的是 你已經騎24個小時 你已經快咪笑的時候 再看到那一個 8到10%的切破 那麼有一種 整人嗎 這是整人遊戲嗎 什麼還有的感覺 挑戰成功 太棒了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我們總共騎到24個半小時左右 瓜吉已經成功抵達終點 真的太感動了 因為一路上 真的跟它是 相依為滅的 從白天到晚上 然後想辦法去幫它做破風 或是各方面的補給 我覺得 真的很值得 因為這也是我第一次挑戰成功 雙塔 最後到終點我記得 我們實際完成時間 大概超過30分鐘 但是其實以整個路段來講 我覺得我們如果中間沒有睡那個一個小時 其實是非常有機會可以挑戰成功 但是我覺得為了長遠考量 就是我們已經多休一個小時 你看後面還是復健了一兩個月 所以如果那時候完全沒有休息 我們是擔心就是腳的狀況可能會更不好這樣 對啊 那整體我覺得是真的蠻感動的 因為在這次的雙塔 應該也算是我個人第一次的雙塔 因為我之前只有騎過北高 嗯 就是只有360就結束 沒有繼續往南騎到墾丁這樣 那你還會想再做一次嗎 短時間應該是不會啦 除非 除非是真的有一個目標 例如說我們要帶著新夥伴 或是帶誰一起完成挑戰 但 那個拿著攝影機的那個傢伙 他現在只有100公里的能力 他要乘以5 我是有點擔心啦 對 但是我覺得真的是 蠻有挑戰 我覺得他露出了這個恐懼的表情 對啊 那在最後到終點 那時候你有你的感覺如何 就是實際看到有很多粉絲啊 或是我們大家的團隊都在那邊對 其實我覺得真的是 就有一種 哇 終於又完成了一個 我覺得非常艱巨的一個挑戰 我說真的其實如果今天在台灣喔 如果以這種長距離長時間的運動 對 你要找到類似強度的 已經不容易了 已經沒剩幾個可以有同等 同等困難程度的 對對對 感謝我們看完影片也差不多喝完了 謝謝 太開心可以繼續回顧這支影片 OK 那以上就是我們 這次的這個雙台影片回顧 OK 感謝 那我們今天影片這邊結束喔 謝謝教練楊哲睿 好 掰掰 掰掰 在這邊 幫我吃了 非常乾杯 還有這邊 有請